去年的世界锦标赛都是得到冠军 他们在今天晚上的比赛是得到两分 而第二名呢是芬兰的选手 芬兰的拉什科莫跟科科 而第三名呢是法国的莫里奥特跟拉旺西 我们先休息会回来再看颁奖典礼 欢迎继续收看卫视铁台为大家 在英国白明汉现场直播的95年世界花样化冰请标赛 那今天的冰上舞蹈决赛赛事呢 最后有俄罗斯的选手格里奇克跟普拉托夫取得这一次的冠军 这一对94年奥运位冠军 跟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冠军人马呢 今年再一次未免成功 连续第二年取得四届冠军 他们今天晚上在技巧分方面是得到5.8 艺术印象分方面是5.9分 压倒了芬兰跟法国的选手取得这一次比赛的冠军 而第二名呢就是芬兰的 拉克·卡莫跟柯克 这一对选手呢在技巧分方面是得到5.7分 艺术印象分方面是得到5.8分 这一对选手也是一个月以前欧洲锦标赛的冠军 他们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赢取了现场很多的欢呼声 这一对就是今天的冠军人马 这一位呢就是法国的拉克·卡莫跟柯克 今天的第三名是来自法国的莫里奥特跟拉网西 这一对选手也是刚刚在欧洲锦标赛里头呢得到了第二名 他们今天得到分数技巧分方面是得到5.7分 艺术印象分也是5.7分 他头3名的队伍基因 站上颁奖台 颁奖年龄即将进行 看见有六位年轻的少女圈上了穿上了全统的英国服装 今天呢也是这一次学五年世界花样化冰赛 第三个决赛的项目 而在第一天双人滑的比赛呢 捷克的选手是取得冠军 而在昨天男子单人滑的比赛里头呢 加拿大的选手也是取得冠军 而今天的比赛呢终于有俄罗斯的选手取得冠军 先是进行颁奖典礼 冠军是俄罗斯的克里奇克跟普拉托夫 这一位是克里奇克 男的运动员是普里拉夫 连续第二届取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而他们也是去年冬季奥运会的金牌二马 这一队是这一次比赛的亚军队伍 来自芬兰的拉什卡莫跟柯柯 这一次欧洲冠军 这一次欧洲冠军 12月以前他们刚刚取得欧洲锦标赛的冠军 而这一次呢欧洲锦标赛的亚军 他们这一次比赛投是得到第三名 来自法国的莫迪奥特跟拉旺西 分难的选手得到这一次比赛的亚军 这一队也是欧洲锦标赛的冠军人 这一次冰上画冰的头三名的选手 都已经在颁奖台上得到了他们这一次比赛 应得到的奖项 那今天的决赛赛事也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 而且呢也是表演的非常的激烈跟精彩 可以说今天晚上的竞争是相当的激烈了 现时将会演奏得到冠军 尔德斯的国歌 这一队也是拍赛的冠军人 这一队也是说明了 这一队是相当的 而这一队就是相当的 二队是编军人 看见俄罗斯这位选手也是非常的感动 能够得到这次比赛的冠军 而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 在这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再见 再见